国民大师吴秀波近年来受欢迎的程度 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而明年这位帅大叔就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而对于热爱的演戏行业 他一直都有着自己的执着和独到的见解 一起来看 一开始演戏是拿自己演的戏跟别人演的戏比 接下来就是拿自己演戏跟自己以前演的戏比 说起吴秀波的作品 翻看吴秀波的简历 你会发现和同龄的演员相比 他拿一共四十部的电视剧 九部电影的产量可以说用少的可怜来形容 但吴秀波能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可有不少 新术 北京遇上西雅图 离婚律师等 为了取得我当事人的信任 原告以文字形式做出了书面的成果 男人在恋爱中说的那些胡话 和在九州上说的那些罪话 能当作协议吗 那些在我眼里都是屁话 我觉得生命是一场电影 少年的时候就该幼稚 年轻的时候就该冲动 中年的时候就该有成果 到了老年就应该学会随顺 但生活呢 活着就行 所以就更随顺一些会比较自在 没有那么多的烦恼 如今大家只看到了吴秀波的大器晚成 但博名利 却很少人还记得他是如何后继播发的 1998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他 却没能在演员行业上大展宏图 为了生计 吴秀波只能将演一梦搁置一旁 2002年吴秀波才回到了演员这一老本行 但依旧不温不火 直到2010年黎明之前中的刘新杰一角 拿下华鼎奖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男主角 吴秀波这个名字才正式被观众记住 而当时他已经42岁 如果这个苗定伟是水手的人 那就是天大的麻烦 我们现在必须等 等中央的回电 到了今天这个时间 我活着就会演戏 我也是一路追上去 所以该追就追 该跑就跑 想放下的时候就放下 想拿起来的时候就再拿起来 拿得起也放得下 一炮而红 积累了大量人气之后 吴秀波并未沉迷工作 疯狂接戏 而是保持着一年两三部作品 把大部分时间留给了家人 其实有了孩子以后 我觉得每年的旅游次数就更多了一些 我总觉得你可以亏欠他们财富 你可以亏欠他们其他要求 但你应该不能亏欠他们的快乐 而对于自己的作品 他一向重置不重量 尽管这两年 吴秀波只有自己兼职的电视剧 大军师司马懿系列 与观众见面 但好口碑和高收视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而这离不开他的惊异究竟 单论已经播出的 大军师司马懿之 军师联盟的拍摄周期 就长达333天 开拍前 研读剧本成了剧组的必修客 我们拍完那场戏 已经半夜两点多了 是因为我们是12点才开始拍那场戏 6点钟吃的晚饭 我也不知道我们聊了多久 在工作中 我是一个坚持己见的人 或者说叫固持己见的人 在生活中是一个比较随顺的人 因为对于工作来讲 他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态度的表达 所以如果那不是自己的 他就没有了工作的原动力 新预留在线 电机报道